大家想看一個螺絲粉的試吃 前一陣子我買了很多在網絡上很紅很流行的麵 之後我就不知道吃哪一隻先 後來做了一個IG的投票 最後這個扭傳的螺絲粉勝出 起初我也不知道什麼是螺絲粉 我以為真的好像螺絲形狀那些 但原來它是這樣叫的 其實也是普通好像平時的一條條的麵條 接下來我也會拍試吃的影片 會有這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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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這麼多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看看你們會 其實我已經知道投票結果 第二和第三名 但我也想知道在Youtube上面 你們想看我之後試吃的麵是哪一隻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還有一條小條 然後我剛才看了說明書 它說要煮十分鐘 因為它有兩個說法 另外一個說法是要浸一個小時 但由於時間關係 我就用第二個說法 這個就會煮十分鐘 好了煮夠十分鐘了 現在要倒了這些水 我應該要留下這個 倒了這些水 然後再來 剛剛加好水 剛剛發現這裡有洗碗機的 洗碗粉那些 現在可以放調味料 它說煮了兩分鐘 因為麵已經熟了 現在要煮熟的醬汁 還有那些配包 我會先放這個 鼻劑 而且水方面我會放多一點 因為平時我都不太喜歡吃太濃味的東西 這個醬很厚 好 然後到這個辣油的時候 因為油的關係 我就要小心一點 我不會放 很多 我放少許 因為聽說這個真的有點辣 少得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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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很多 OK 我帶了一個袋在這裡 帶回去 已經聞到一陣辣味了 已經過了一下 好了 到這兩個的配菜配包了 我先打開了 然後可能每樣都放少許 就不放掉了 因為怕 也浪費了 這個聞下去其實 好像葉菜一樣 其實不是真的那麼差 等我放可能 對 不是太差 所以可能放半包 對 半包左右 然後呢 這個也是要 先聞一下 這個是那個 其實也不太知道 不知道哪個是打哪個 先聞一下 這個 也不是太臭 有點像Kim Chi的Fran 可能下 又是半包這樣 哎呀 忘了教肚子 還有一些葉 好 我先教肚子 等等 現在等配料去熟 那些 還有他們 均勻一點 哇 有一股味 但不是真的 想像中那麼臭 因為我覺得香港那些 臭豆腐 對嗎 用臭過這個 不是真的那麼臭 這個 但要吃下去才知道 就這樣 而且我沒有放進去 好了 我現在就有它在煮 兩分鐘 我先關上烤鍋 上了碗 很香 其實 而且我倒走了一些水 因為其實平時我吃湯麵 是不喝他們的湯 因為其實是很肥的 所以如果不想肥的朋友 就記住不要喝 就算是幾清的湯 也不要喝 是要湯才可以喝的 好了 我現在先倒這兩包東西 就是這個脆脆的東西 還有這個花生 加了這些 陪菜之後 花生 脆片之後 很有感覺 好像在街上那些 那些 就很不客氣了 我先去吃東西 好了現在我們就試吃了 而且試吃之前 就想說一下它的味道 就是聞到它的味道 煮完出來之後 味道更強烈一點 就是那個臭臭的味道 然後我也明白到 為什麼說很臭的那些 如果我加了整包的話 應該是非常臭的 但是現在是OK 適中的味道 就是聞下的時候 而且粉看起來 真的軟熟了很多 比起剛剛 它說要煮十分鐘 是真的需要煮十分鐘 或者浸一個小時 因為是之前很硬的粉 現在是很軟熟 好像那些河粉 有點像 但這個不是透明的色 河粉是有一點 不是 賴粉 說錯了 賴粉是有透透的色 應該不會辣吧 我加了這麼少 我又忘了拿一個匙巾 不過算了 我不想再走開了 其實我很餓 現在 好 捲不到 還有 而且我剪了頭髮 大家有沒有發現 所以我有一些短 這裡剪了很多頭髮 然後這裡 有時候會掉到這裡 因為是特別短 所以我這樣拿著頭髮 辣的 很辣 都辣的 但我吃到 我都 不能吃辣的朋友 剛剛我加的份量 也太多了 哇 辣 還有這些 是不是要煮的時候加上的 我還以為是之後加的 對 說明書沒有逐個說 加什麼 真的很好吃 這個麵 是很彈牙的 因為我不是太喜歡吃公仔麵 覺得它好像 麵很粗 而且太煙韌 不知道怎樣 但這個麵的質地真的很棒 看起來 有點像腐竹的東西 豆腐乾的 我現在試吃這個 哎呀 是啊 對 其實要之前加的 應該是豆腐皮 不過我可以的 因為它本身 自己安愛自己 本身已經熟了 先吃這個花生 很辣 但是能接受到那種辣 花生都可以 最正常的花生 讓我試一下這個 這個應該是類似酸菜 還是什麼 現在已經很小 沒什麼 真的沒什麼 好像平時那些什麼酸菜 煮完出來之後 是沒有味道的 對 很正常 粉真的 但是大力推介 我會回購 好了我吃完了 麵我每一條都不放過 吃就吃 但只剩下一些 應該是乾了的豆腐 還有花生我就沒有吃了 因為其實一向都不是特別喜歡吃 但這個麵真的很棒 而且也喝了兩杯水 吃一會有一點辣 所以建議如果 下次的時候 可能我再加少一點 而且不能吃辣的朋友 真的不要加那麼多 寧願之後再加 然後 這個麵條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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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吃 而且 不知道它有沒有只買那個 麵條 就是螺絲粉 因為其實其他配料 我都不是說 會吃的 可能那個味道 但是 我會回購的 這個 就是我平時 可能想吃一點辣的東西 或者不是吃得那麼多 可能通粉加水 那些 而且也比想像中 沒那麼臭 紋反而是臭一點 但是之後吃下去 真的得一些 可能是一些辣油的味 我現在其實它的嘴唇 有點麻麻 非常之推介給大家 這個螺絲粉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這個影片 訂閱我的頻道 追蹤我的instagram snapchat facebook 和微博 希望你們喜歡 拜拜